大家好 上一节课我们把丝瓜的画法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这一节课我们把丝瓜上面接着有花 那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花是藤黄 调出来 藤黄先调出来 然后我们笔头再来点褶石 好 然后把这个花先画出来 单独给它画出来 你可以画五瓣三瓣四瓣 都可以 都可以 然后画完这个花以后呢 还没掉完 因为上面还有花金 我们用褶石 用褶石 把上面来的花金 往心里画 往心里画 最后呢我们注意哈 我们还要把这个 里面还有小小点啊 给点一下 然后呢你比如我们那个 在这质干上了啊 把质干上画出来 有一些小骨朵啊什么的哈 接了一下 接了一些小包包 我们大家也可以画出来 那我们这个小包包呢 可以这样画 接了小包包呢 有时候呢它会有一些 还没有开开的啊 还没有开开的 那我们可以怎么画呢 我们可以 画个这样 然后呢 在小包包上呢画点 勾一下 勾一下然后呢 点一下 点一下然后呢 这个也可以稍微点一下 这绿色的 就是增加画面的这个效果 好了 这个丝瓜的花就画完了 点一下